太惊人了 一年超4000万人去保 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交社保 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问题 不是前几天吗 有个关于年轻人 年轻期看病没有医保 退休了没有养老金 也要断绞社保的这个话题 冲上了热搜 评论机所有的人都认同和支持这种做法 这种做法无非就是去医院 自己套钱 然后老的时候自己养老 其中有个帖子是一个外卖小国 他说出了一句话 这句话就说出了真相 他说我赚700块钱就要送100个订单 如果我交了社保 那么我剩下的钱就寥寥无几了 我不如寄回老家 因为不少人只是在城市里面拼打几年之后 最终还是要回到老家的 这些人都是城市的一些匆匆的过客 这些过客对城市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感情 当然不是说他们不愿意付出感情 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去付出这个感情 所以他们去交社保的情况下 那么这笔支出是比较大的 所以他们连印把这个支出用在当下 所以社保对他们说意义不大 更像是一种负担 但是原来应该是社会福利的社保 现在怎么会变成一种负担呢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经济下行太大 导致所有的居民的经济压力非常非常大 就拿医保来说吧 虽然每次涨的不多 每年都涨的不多 但是他联系涨了16年 农民医保20年就翻了37倍 近10年就翻了6倍 所以社保也跟着通货膨胀一起在涨 所以农民医保从60块钱就涨到了380块钱 但是大家的收入 大家的工资收入 从宏观数据 从平均数据也说 我们的工资这么多年只涨了三倍不到 所以我们工资的上升幅度 跟社保的上升幅度 完全就不在一个档次 所以就会导致很多来尝试打工的这些年轻人 他不愿意交社保 而且社保对很多人来说 他不是一个小数目 而且是比较大的数目 因为这些年轻人都只是赚过生活费 而且一年一交 只保一年 四年就作废 那么只要当年没有用 交了钱 等你打水漂 这个对他来说更加没有意义 所以大家不愿意交 在说养老金 有数据检视 2050年中国老龄年 达到5亿左右 这5亿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大数据 而从2012年开始 参保的人数就开始在下降 退休人员 却不断的往上升 但是我们的参保人数 是在不断的下降 而我们的退休人员 却不断的上升 在很久以前 是8个年轻人交 一个老年人在领 以后可能就是一个年轻人交 变成两个老年人在领 那这种压力就肯定 肯定是非常大的 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两个年轻人来养一个老人 那人口出生率越来越低 脚社保的人数越来越少 那么这个闭盘你是不是延不起来 那这问题很大了 所以如果不采取素质 我们10年内我国的养老基金 甚至会达到10万亿的切口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 你怎么补都很难补 所以现在不少人担心 按现实的制度下 未来才能不能拿到养老金 这个还真正一定 所以大家的顾虑都是有道理的 这个国家也要理解一下 所以有全国人大代表就替老百姓发生了 他们建议 医保缴费上涨 要和农民输入要匹配起来 这个匹配一定是要科学的 而不是说这边长得很农 那边就不长 或者那边在掉 同时要减免农村60岁以上的老人的医保缴费 让所有的老百姓 能够真正享受到我们医保的福利 同时要优化养老金的制度 在现行的制度上 要去修改 要去优化 要能够保证到大家牢有所依 牢有所托 我非常期待 这些建议可以一一实现 但是在此之前 社保还要不要交 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我的建议是这样的 大家能交的 我觉得还是要交 因为社保不仅仅是养老和医疗保障 在很多城市 在很多省份 买房买车 个人落户 还有孩子入学这些事情 都跟缴络社保的年限是有要求的 所以你不缴或者一旦断缴 这个联系性就要归零了 所以这个边际成本 这个沉默成本太高了 即使你不为自己着想 我反正我自己一个人没所谓了 我在这个城市也就是过一两年三年四年 我就走人了 或者我回到农村 我就种一某天两某天 自己就可以生活了 但是你不能这样为自己着想 你应该要为你的家人着想 要为你的孩子着想 当然你如果你是一个人 那就不用去想了 你想应该怎么样就怎么办 所以为了家人和你的孩子的未来的生活 就不应该断缴 或者不缴 而且医保体系一直在优化 光去年一年 全国就有3.1亿人 享受到新农合的补偿 据说这个总值数 已经达到了1.2万亿的规模 养老金也开始实现前面的结尾 在11月1号之后 不再是体制一套标准 体制内一套标准 也就是说不再是两套标准了 到时候有可能就会合成一套标准 也就是说体制内的跟体制外的 到时候会合成一个标准出来 享受的待遇是一模一样的 我相信我们国家 这个社保体系 随着这个时间的退一 它这个制度会越来越完善 越来越能够以时寂静 越来越能够试验我们这个社会的变化需求 所以我觉得大家有能力的还是要讲 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 我的想法不一定对 如果你觉得你还有更好的想法 我们可以在评论期间